基隆市公车问题逐一浮现 包括公车老旧漏油造成机车歧视摔倒 以及公车司机的加班费无法妥善解决 和如何让公车更准点等问题 都让市议员们非常关心 都没有办法准时 如何能够利用资讯系统 让我们的公车能够准点到 还有另外一个是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公车司机 居然没有办法提供适当的加班费 所以让公车司机每一次都加快了车程 所以他没有办法停靠站 在公车停靠站的那个框框里面 每次都停在车道上面 他不仅压缩了其他车子 交通工具的行径 而且也挡住了非常多 等于是说会挡车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他让乘客上下车是非常的危险的 像刚刚美丽院已经有提到公车 就关于滴滴板公车的采购规划跟分配 还有富康巴士的服务量能提升 其实有这个新能源相关的一些公车 那所以我想要了解的话 是说我们公车处或者是交通处这边的话 有没有在进行就是跟中央来去做 这个申请这个相关的一些补助 那来让我们的这个基隆市的公车的话 第一个就是太旧换新嘛 老旧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用 这个合乎我们现在这个时势所趋的 我们这样一个新能源的公车 市议员特立在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 亲自主持的市议会预备会中提案 要求基隆市政府要在八月中旬召开的 基隆市议会临时会上 说明改善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想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公车的问题 不管是老旧公车还是司机排班 还是站点还是这个公车准点的问题 我想有非常多的议员都非常关心 我们基隆市公车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预备会 我们也会特别把这个案子排进去 让市政府在八月的时候 进行一个综合的检讨 让市民可以这个迅速的 去了解我们现在市政的脉动 另外包括调和街转运站 以及基隆火车站 曾经转运站启用后的交通运作情况 同样是市议员关心的议题 想说我们还是去看一下 调和街的转运站 大家可能忘了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现在盖得非常的大 但是呢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游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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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的运用我觉得是不对的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去考察那个地方 之前我们看的都是还没启用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已经启用了 看一下启用之后的一个状况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 那毕竟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民众出入基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议员们同样提案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报告清楚 那其实当然还有包含转运站啊 刚刚也有议员提到我们曾经转运站启用后的状况设施如何 包含调和街转运站的这个运用成效 另外包括旧正兵派出所的重新规划利用 以及其他古迹遗址的活化再利用等成效 市议员也很关心 所以我想请文化中方局要好好来说明一下 我们为什么真正文化派对建议的企业 会将我们的游客中心往楼上来发展 不是将游客中心换在一起 造成市民游客的一个不方便 针对第一个针对于旧公车处跟要塞事件部的部分 现在委外经营的具体的一个状况 那是否可以请市府来跟我们说明 或者我们可以到现地来做考察 第二个就针对需求指挥所未来 市府的一个具体营运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说他想要把这个地方 作为什么样的一个招标的一个目的 其实可以向议会我们来考察来做说明 其他包括长照跨基隆港大桥的规划等 市议员提出的所有问题 议长同志伟都认为 往好促想可以作为基隆市政府 尽快改善问题 让市政步入正轨的好建议 还有很多我们这个古迹 在利用的一些招标的措施 包含最近一些热门的议题 那我想基隆市也难得登上我们这个 全国新闻的版面 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我觉得往好处想 让大家可以一并的 该争取的预算来争取 该整理的地方来整理 让我们的市政可以竞速的 步上一个正轨 我想是基隆市议会最大的一个功能跟职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不一